书接上回 书接上回 不对不对 书接上回 话说这神似浮华的女子 将西亚纳布鲁尼亚二人印上闲山 不料天不错人愿 却是恶极限了真实 只管难料 她竟是十只绿者 这十只绿者呢何许人意 太虚山赤原仙人掀起锁滑 崩坏律者排行第八 周身引云赤雾 受之三箭神兵 有通天彻底之能 动客崩山脚海飞银扬 竟客对境资粮夸巧妆 更有一首遇见飞行的绝技 上天不离皆自在 飞鸟了过宗啊 眼见这十只绿者从心头起 就要对二人发弹 三箭神兵不奔起威光 换起这三箭宝贝 可是大有来头 我竟 扭转万象 十只绿者熟练于无数格斗 按下必杀键可在键枪 链三种武器箭自主切换 使用宝剑时 普通攻击连续斩击敌人 造成目的伤害 若宝剑不能冲动 长按攻击键可施斩分支攻击 聚集并时空锁定敌人 使用长枪时 普通攻击第二第五极 也可聚集敌人 分支攻击则会抛出长枪 便于快速接近目标 使用链跃时 普通攻击能对前方范围敌人造成伤害 分支攻击还会换出大量锁链 对敌人施加关系状态 攻击效果 对机械属性敌人同样生效 十只绿者在切换武器后 短时间内释放分支攻击时 能够强化攻击效果 并额外回复能量 连续切换武器并释放分支攻击 是压制敌人 与回复能量的高效手段 每当释放分支攻击时 还会为全队生成副体 减免所受伤害 并提升暴击属性 可谓是功手兼备 十只绿者在闪避时 与原地留下幻想 幻想将嘲讽敌人 并在受到敌人攻击 或持续时间结束后引发爆炸 而触发极限闪避技能 或角色主动攻击幻想时 幻想则会立即引爆 不给对手留下任何喘息之机 若爆炸命中敌人 还会于原地掉落一枚黑鱼 拾取后能为全队角色 回复生命的能量 太虚招 能量充足去查案狄杀剑 使之绿者将被大方位敌人 施展精神组业攻击 并进入绿蛇形态 绿者形态期间 使之绿者的暴击蛇形得到提升 查案攻击剑 能使用影侠连续斩击敌人 威力于攻速阶级探生 将敌人碾至粉碎 此外再次按下必杀戒时 将发动特殊攻击幻境裂痕 聚集大方位敌人 令令其无法被击退 任由他人宰割 使之绿者作为输出时 在释放必杀戒和幻境裂痕后 先进入侠连斩 即可打出满额伤害 而作为辅助时 在释放必杀戒和幻境裂痕后 切换队友上场 即可离奇不得满额的自立效果 要说这时针一转的影音发弹果然不得好伤 你这大战是大战争的心和套权 要说这大战之后主人是什么是死何取何从 且听下回 我听话 下什么回 赶紧接着讲 我还没听懂 这是惯例不论 这是惯例 犯不少动手吧 我的老伙计 刚刚的 连我十分之一的用点也没说起来 斜着说 都没事了 没有了 对吧 少女说到 这次加上定场试